全家信主 今天在我們教會中 或許 我們還沒有全家信主 可能我們的爸爸媽媽還沒有信主 可能是我們的孩子還沒有信主 那 有些我們都已經全家信主了 但是有全家來聚會嗎 可能當中 有一些人軟弱 沒有來教會聚會了 雖然有信主 所以我們應當積極朝全家信主這個目標 全家都來聚會這個目標 大家共同一起來 努力 全家信主 小弟就根據這個題目按照我讀經的心得信仰的體會 我 提出兩大點 我們彼此來探討 第一大點是為何要信主 為何全家要信主 第二大點是如何帶領全家來信主 我們現在談第一大點 為何要 全家 信 主 第一個就是 神的旨意 全家信主 是天上神的旨意 神的救援不是 給單一個人 全家一個人 信耶穌 然後進天國 那其他的人呢 其他人沉淪下地獄嗎 這不是天上神的旨意 天上神的旨意 那個救恩是給 全家的 我們來看 希伯來書 11章第 7節 希伯來書11章第7節 希伯來書11章第7節 新約聖經322月 第7節 羅雅 羅雅因著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 動了敬畏的心 預備了一支防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意 這裡 告訴我們 羅雅因著信 信什麼呢 信神 對他說的話 他相信神 所以他就蒙神指示 指示什麼 他未看見的事 如果我已經看到了我才願意相信 那不用信心 看到了才要相信 那不用因為我已經看到我已經得到了 就是我還沒有看到 我還沒有得到 我就相信了 我們會相信一個人 沒有那麼容易 比如說 今天你認識我了 你就相信我嗎 不可能 不可能 那很糊塗 我相信撿傳道 為什麼 我認識他很久了 20幾年了 講話老師 有責任 有擔當 我相信他 我信任他 一定是這樣子的 所以 我們要 相信一個人 信任一個人 代表我們對這個人 認識 那麼為什麼 對這個人認識呢 因為平常都有在相處嘛 有在講話嘛 有在處事 一樣嘛 我們要認識天上的神 怎麼認識呢 要來聚會啊 要來看聖經啊 查考聖經 我們才有辦法 來認識 天上的神 那天上神 講的話 我們就會相信 剛剛說 如果 我們信任一個人 他講的話 你像不相信 你不相信 根本不信任這個人嘛 你信任這個人 他講的話 你會相信 那一樣的意思嘛 所以神只是他未見的事情 他就 起了敬畏的心 敬畏的心 這是很關鍵 為什麼對神有信心 就是敬畏的心 敬而生畏 早上有講嘛 就好像孩子對 爸爸一樣 敬畏 尊敬爸爸 但是也會怕爸爸 為什麼爸爸很偉大 有什麼事情找爸爸 爸爸都解決 爸爸很愛我們 為我們犧牲 為我們奉獻 所以 當然 會尊敬爸爸 爸爸講的話 會聽 會相信 不會說我們爸講的 真的是真的嗎 還是假的 不會 完全的相信 為什麼 因為對 爸爸的愛的體會 對爸爸的認識 對爸爸的擔當付出 好 這裡說 他就按照神的話 來預備一支方舟 教會就是末世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你看到挪雅 因為他敬畏神的心 他帶領他的全家 來得救 好 那怎麼帶領他全家來得救呢 我們看 創世紀第六章十八節 創世紀六章十八節 創世紀六章十八節 我卻要與你立約 你同你的妻 與兒子 兒父 都要 進入 方舟 這是當時 神告訴 挪雅的 神要與他立約 跟他立約 不是跟他太太 跟他孩子 媳婦立約 因為 挪雅是一個敬畏神的人 他是個藝人 他是個藝人 所以神跟他立約 告訴他說 你要同你的妻子 你的兒子 你的兒父 都要 進入 方舟 剛剛講 這個 神耶穌教會就是 末世方舟 進入方舟 才能得救 因為當時神要用 洪水來毀滅 當時 罪惡的世界 其實 表面上看來是 毀滅 其實是給人重新開始 如果神不給人重新開始 根本 也不用吩咐 挪雅說要造方舟 然後造方舟 然後一方面又傳遺道 告訴大家 神要毀滅這個最後的世界 大家要進入方舟才能得救 生命才能存活 如果神 沒有慈愛的心 那神根本也不用跟 挪雅講嘛 就直接大水毀滅 那就直接了嘛 神為什麼要跟他講 就是要讓人 重新開始 只要願意進入方舟的 都可以藉著方舟得救 一樣天上的神道成肉身來到世上 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他是要因世人來相信他 得救 不自 滅 亡 這是天上的神 道成肉身 他從天上 道成肉身就是神 道成肉身跟我們人一樣 來到這個世上 為什麼 他要 體察 人 的心情 他能 連續 所以 我們受的苦他知道 他能體會 他知道 不會像 一般我們所說 天高皇帝園 你高高在上 你能體察 民間疾苦嗎 我們的苦 你知道你能了解嗎 你遇到嗎 神都遇到 耶穌基督他道成肉身 他到世上 跟我們一樣 生長在馬巢 降生在馬巢 生長在讓人家看不起的木匠的家裡 我們遇到的他都遇到 聖經說只是他沒有犯罪 他靠著神 他勝過了 所以他凡事給我們留下榜樣 叫我們按著他的腳中心 所以這邊 神跟 挪雅 來立約 叫他要帶領全家 進方舟 問題來了 你說要帶領全家進方舟就進方舟 父母親最難過的就是說 生得了兒生 生不了兒新 兒子 身體是我生的 但是心都不是我生 講不聽 你跟他講他就聽了 你叫他來教會就教會了 你叫他做生就做生 世上是這樣 但是大人一定是這樣 所以帶領全家進方舟 那麼簡單嗎 那為什麼 挪雅可以帶領全家進方舟 代表說 他有榜樣 他有風範 他敬畏神 他順侯福神 很奇妙的 他的家人就順侮他 這是生命可以影響生命 信仰可以影響 信仰 這是很微妙的 一件事情 早上有講 很多人都一直問我說傳道 孩子怎麼教呢 孩子怎麼教 教海 沒師父 教兒女沒有師父 祷告才是正功夫 教兒子沒師父 基督才是正功夫 真的 你知道嗎 真的嗎 我們自己都做過的父母 我們高過的孩子知道 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為什麼孩子會聽話 他會乖巧 他會按照正道而行 很簡單 他有道理 他敬畏神 他自然而然 他知道 他要怎麼做 他要怎麼做 該做的他去做 不應該做的他不會做 為什麼 因為他心中有道理 我們繼續看七章第一節 創世紀七章第一節 創世紀七章第一節 耶和華神對 挪雅說 你和你的全家都要進入方舟 因為在這個世代當中 我見你在我面前是個義人 神不斷一直跟他講 我跟你立約 你要帶領你的全家進方舟 一直跟他講這一句話 這是你的責任 你的責任 我們家長的責任 父母親的責任 就是要 小孩子 從小在我們手中 我們怎麼跟他捏 怎麼去塑造他 這是父母親的責任 把他帶到神的面前 進入方舟 好我們繼續看七章第七節 七章第七節 挪雅就同他的妻和兒子 和媳婦都進入方舟 躲避洪水 真的神這樣跟他吩咐 他真的把他的太太 把他的兒子 把他的媳婦 一家八口 都 都帶進入方舟 我說爸爸你買進去你自己進去 我沒買進去 還是說 這個幾個孩子當中 有一個要進去一個不進去 全部都進去 他的媳婦 也說沒有 這跟我沒有關係 我是嫁來你家 你叫我進就進去 一起都進去 一起都進去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他講的話 他們願意相信 就好像 天上神的話 講的話 挪雅 願意相信 願意聽從 我們繼續看 七章的 十六節 這是詳細漸進 創世紀七章十六節 環流血肉 進入方舟的 都是有公有母 正如神 吩咐 挪雅的 耶和華 就 耶和華神 就把他們 關在 方舟 裡頭 當他們全部都 進入方舟 之後 這裡特別有句話 神就把他們關在 方舟裡面 那個門是誰關的 神關的 到最後方舟的門會關起來 救恩的門會關起來 但是現在是打開的 神是給人機會的神 但是不是永遠有機會 時間一到 門就 關起來了 這個關這個動作 是神關的 好 那關一關 關就分別了 分別什麼 關起來就分別了 方舟裡面的人跟方舟外面的人 就分別出來了 方舟裡面的得救 方舟外面的 洪水一來 就滅亡了 好啊這個關的動作 也代表神的保護 神把他們保護在 方舟裡頭 所以他們就靠著方舟 得救 一家八口 就靠著 方舟 方舟得救 所以我們中國人造勢 非常有趣 船怎麼寫 這邊一個舟對不對 一個舟對不對 這邊八口 真的是很奇妙 如果我們 這個是 神在命名當中 就 顯示 神的救恩 好 所以 羅雅一家八口就靠著方舟得救 所以船就是這樣寫著 舟 八 口 一家八口 靠著這個船 方舟 得救 所以為什麼要全家信 請主呢 這個是天上 神的 旨意 好我們繼續看使徒行傳 2章37節 使徒行傳 2章37節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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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39节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 我从后面讲回来 39节这里说这个应许 这个应许 什么应许 救恩的应许 得救的应许是给谁 是给全家的 所以这边说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 所以神的救恩的应许是给全家 以家做单位 以家做单位 不是一个人做单位 家 所以每个家都来信主 全家就得救 全家就喜乐 因为神不偏待人 神的救恩是要给每一个人 但是重点是我们要不要接受 我们要不要相信 这是最公平的 我们看外面 一些人为的方法 要得救 要得到救赎 都是有条件的 都是有条件的 一般我们常听到说 哎呀 你有钱就缴钱 缴钱积功德 没钱 没钱没关系 你来付出时间 来做义工 行善积功德 我身体不好 人家要来服务我 我没办法去服务别人 那能得救的 那就是有钱人 因为你缴钱 能得救的就是身体健康 可以去做义工 服务人的 行善积功德 缴钱积功德 做义工 积功德 如果没有钱的 如果身体不健康的 怎么办 注定该死 天上的神 人是这样不公平的神吗 有些人做不到啊 先生告诉我们 神的救恩是什么 不用花钱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 愿意相信谁做不到 不管是有没有读书 不管有没有智慧 不管有没有能力 不管有钱没钱 不管身体健康不健康 只要我愿意相信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的应许 而且这个应许是给 全家人的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 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二节 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 他就是神 神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第五节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 第六节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到了时候 这个事情必证明出来 这里保罗说 神他愿意万人得救 没有一个人沉沉 希望人人都可以明白真道 真道就是神的话 那我们圣经就是神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认识神 就是查考圣经 因为圣经就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证明的 所以我们进入信仰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理性的查考 如果我现在跟你讲你就马上相信 你还不知道就相信那叫做迷信 那跟民间的信仰一样嘛 民间的信仰就是拿香跟着拜 拜什么不知道 为什么 上一代就在拜了 我阿公阿嬷就在拜啊 我爸爸妈妈就在拜啊 就跟着拜嘛 拜什么不知道 有拜就好 我们民间传统的信仰就知道 所以不知道在拜什么 那时候我迷信 所以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信仰 为什么我们拜这位神 我们要很清楚 要认识 要认识就是要去查考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理性的查考 为什么我选择这个信仰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信仰 我都没有信仰 其实没有信仰也是一种信仰 我什么神都没有拜 我只相信我自己 那个是一种信仰 信仰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 价值观的选择跟持有 什么信仰就是什么生命 什么信仰就过着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信仰就是生命 信仰就是生活 所以我们仔细很静静的观察一个人 他的生活 你就发现他的信仰 如果你是一贯多的 你也知道 我就看你的生活 我就看出来了 信仰会影响他的生活 信仰就是他的生命 所以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选择个信仰 我们是要理智的去查考 但我们理智查考完之后 我们就很放心的 就会进入第二个步骤 感性的体验 感性的体验 科学靠实验 信仰要有体验 我说有神你说没有神 为什么 因为我感受到了 信仰是非常主观的 有人说好像如人饮水 能卵至极 我这杯茶很好喝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喝过了 你还没有喝 喝了你就知道 那个就是体验 当我们有体验的时候 就会进入第三个步骤 觉知的相信 我要向信仰说 我要来教会 我要来信仰说 你大师我都要相信 你大师我都要相信 为什么 我有体验 所以信仰是非常主观的 一开始还没有认识 没有体验 你跟我打死 我都没有信仰说 你跟我打死 我都没有信仰说 但是现在我都没有认识 你说你信仰说 你信仰说 你信仰说 我靠过来讲当 我也是要信仰说 你跟他打死 我都要信仰说 有没有绝对 非常的绝对 因为我有体验到 神看不到 但是可以体验得到 神是灵 看不到的东西 不代表他不存在 像现在我们在吹电风 有风吹来很凉 眼睛有看到风吗 没有看到风 那风存在不存在 存在 存在 当电风扇一开 吹得很凉爽 感受到 有风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风 一样 当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感受到神的救赎 帮助的时候 咦 我们就知道神的存在 我就决志 我要信仰说 你跟他打死 我就要信仰说 好 好 好 所以 救恩 是 给 全人类的 救恩是 给 全家庭的 好 我們看 马可福音五章十八节 马可福音五章十八节 十八节 十八节 耶稣上传的时候 那从前被鬼附找的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十九节 耶稣不许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 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二十节 那人就走了 在 在 在滴加坡里 传扬耶稣为他 做了何等大的事 众人都非常的稀奇 这是记载一个人 原本是被鬼附找 很可怜耶 从五章第一节 说这个人住在哪里 住在坡墓里面 没办法过正常的生活 人最多苦的是 不能自己 他愿意这样吗 出去控制 他被控制了 他住在坡墓里面 没有穿衣服 都不睡觉 半夜大吼大叫 人从那边经过 都拿石头打人家 甚至拿石头打自己 这边说 人用尽办法 用手疗脚疗 靠住他守住他 哇力大无穷 都被这个脚疗手疗 都被他扯断 没办法怎么办呢 你说这个人痛苦痛苦 你说这个家人 这个人被鬼附找的家人 痛不痛苦 很痛苦 无能为力 不想帮助他吗 不想解决问题吗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我们事实上很多 不是吗 很多事情让我们遇到 不是吗 不是不能 不是不为也 是不能也 不是我们没有看到问题 不是我们不想解决问题 是我们不能为力 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人才是要 需要信耶稣 我们人才需要信靠神 当人穷途末路的时候 办法用尽的时候 那个拜神的本性 就会流入 就跑到外面去 赴天换地 天哪地啊 你要可怜我啊 你要救我啊 没有人可以帮助我的 我的钱财 我的地位 我的事物 我的能力 一点无能为力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到时候 那时候拜神的心 自然就会流入 你不是说你没有信仰吗 只是说 他说他认为他还不需要吗 我曾经遇到一个人 他就很大声派胸脯 我跟你说啦 那信仰所 是你们这些有需要 人在信的 我就没需要 我跟他就信仰所 我没需要 你这样说 说钱我有钱啊 说地位我有地位啊 说能力我有能力 说地位我有地位啊 没有什么困难 我解决不了的 对啊 对啊 他讲的没有错啊 他现在遇到问题 没有什么他解决不了的 所以信耶稣 那是你们有需要的人在信的啦 我都不需要 对啊 有一天他就发现他需要人 让他的钱 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再多钱也没办法 郭台铭有办法解决一切问题吗 他为了要救他的太太 救他的弟弟 有没有啊 道指都有灯嘛 他说钱不是问题 钱不是问题 他把他爸爸 他弟弟要包机要包机 送到大楼去 结果呢 回来 他知道最后是回来 你说他没有钱吗 你说他没有办法 请最好的医生吗 你说他没有办法请 用最好的医药吗 你看 所以 当有一天他发现 他的钱没办法解决他问题 他的智慧 他的能力 都没办法解决 当他办法都用尽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有需要了啦 真的啊 所以有人说啊 这个信仰的问题啊 这个是过去 明治未开啦 这个科学医学都没有发达 的那个 那个时代的人 需要信仰嘛 对不对 现在是科技时代呢 现在的人 都会有智慧聪明能力呢 他在谈信仰的问题 如果这样讲法成立的话 照理讲应该 庙宇一间一间的关 照理讲 教会一间一间的关 应该庙宇跟教会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发现 科技越来越发达越有名 教会有越来越少吗 庙宇有越来越少吗 是越来越多 这告诉我们什么 人 需要神 不管人能力再强 你看哦 现在 这个科技 真的是吓死人 这么东西都把它丢到云端了 对不对 以前我还考虑说 哇这个 我们这个电脑 这个记忆体 这个容量要多少多少 都很烦恼 如果这个 我的硬碟坏掉 资料完全就完蛋了 现在不用烦恼 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到 云端 这以前我们想象不到的 以前谁想象的到说 哇 这个手机可以用滑的 以前手机这个 占有市场最大的 就是摩托罗那 他那时候战战自袭 我那个 贾博士说 我要弄一台手机 可以用 用拨的 他们说 可能吗 可能吗 啊结果 他们太大意了 一出来 所以摩托罗那 就摩托罗那 现在在哪里 所以不可思议 这科技真的是不可思议 也但是科技再怎么样 人有办法解决一切的问题吗 没办法 所以人还是需要神 好 好 所以这边 这一个 这一个被鬼护照的人 真的 无能为力 原来 那是感谢神 他遇到耶稣 耶稣预知他了 把他身上的误会都赶出去了 他就正常了 他就正常了 所以他要感念耶稣的恩典 所以这边说 他要来跟随耶稣 十八节说 他要跟随耶稣 耶稣不许 耶稣为什么不许呢 耶稣跟他讲说 你回去 你回去 回去说什么呢 回去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事 何等到的事 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意思就是说 你得到救恩了 要把这个救恩带回去啦 给你的家人 将你的家人做见证 让你的家人都可以得到你的恩典 我按那个人听了就懂了 他就回去了 按照耶稣所跟他讲的 回去他的家里面 来见证耶稣 回到他的故乡 来见证耶稣基督 所以你看 全家信主啊 是耶稣天上的神 他的旨意 第二点 为什么要全家信主呢 是我的责任 是天上神的旨意 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责任 我们要带领我们为信的家人 来信主 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十五节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十六节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好 这里是主耶稣要圣天以前 吩咐门徒说 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往普天下去哦 不认识的人 我们也传福音给他哦 好 那我们把他倒回来 何况是我们认识的人 何况是我的家人 我的亲人 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先生 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 全世界的人 耶稣都要告诉我们 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 让他们得救哦 何况是我的家人呢 那不是 是不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 全家信主啊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哦 好 我们还没有全家信主的哈 好 我们要尽我们本分 好 来带领他们哈 来 信耶稣 来得着 救本 好 我们看 继续看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 十四节 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节 并且 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节 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 但如今他们是洁净了 跳过来看十六节 十六节 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这里是谈到哈 一个人先来信主之后 本来他们还没有信主嘛 那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 有一个人先来信主 是太太先来信主 还是先生先来信主 只有这个责任哦 信主的妻子 要带那个还没有信主的先生来信主 那已经信主的先生 要带还没有信主的太太妻子 就是来信主 圣经的都是这样免疫我们的 不然呢 不然呢 全家只有我信主啊 那我的先生呢 我的孩子呢 如果我们有尽本分 来带领他们 那我们全家就全家信主 全家得救全家喜乐 那有些人说不可能啦 我先生的头头头头头 空空 那赶到阿玛君 那不可能啦 他没信主啦 信主这么奇怪 所以十六姐说 你这个做妻子的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这做丈夫的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我们不能用人的观念看法 来看啊 真的喔 我们要改变一个人很困难 一般我们都说吧 啊 这头牛前到北京也是牛啦 江山易改 本性难以啦 这人信仰说 踢落了 不可能啦 奇怪 我们就相信了 我们就会改变了 对啊 耶稣也改变我们了 我们都可以改变啊 耶稣不会改变他吗 真的我们要改变一个人很困难 但是天上的神要改变一个人很简单 所以这边才说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我就放弃了 就很可惜了嘛 所以我们尽本分 然后也求神帮助了 没有那个做不到的事情 当然我们人有很多做不到的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 我们才需要靠神嘛 那什么事情我都做得到 我就不 我们今天不用接着这啊 因为我们有信啊 我们就是神嘛 什么事情我都做得到嘛 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 所以我们才需要神 这个就是信仰价值宝贵的地方 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做到 一般人做不到的 那我们可以做得到 那不是我们做得到的 就如保罗所说的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就能做 靠着神加给我们力量的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 啊我们很清楚知道 那不是我们做到的 那是神为我们做的 这个就是信仰价值宝贵的地方 好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 那怎么让还没有信主的啊 那个啊 另一半来信主呢 就是他看到我们的改变啊 他感动啊 所以他就会来信耶稣 你看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 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 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 里面这个做妻子的啊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虽然没有听到 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第二节 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真杰的品性 和敬畏的心 以下简列 这里说教导做妻子的 妻子的就是教导做丈夫的 好我们怎么来感化 为信主的丈夫呢 对啊我们跟他讲道理啊 你来教会听妻子 妻子很好耶 但是今天都妻子很好 我在你的生活中都看不出来了 好你对 要让他说 我的太太 最近不一样耶 改变了耶 那为什么改变 自从他去教会信耶稣之后 哎呦 不一样了耶 跟过去不一样 哇 温柔耶 体贴耶 还是说 让太太觉得 我先生不一样耶 以前喔 哇 大小生耶 高兴就好 不高兴喔 哇 就好 进门就甩门啊 摔东西啦 骂大骂小啦 以前好像那个老虎一样耶 我最近怎么变成绵娘一样 哇 吓一跳 是什么改变的 来教会听道理啊 信耶稣啊 这里就说 看到 你 真结的品性 因为你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信耶稣好在哪里 不只是嘴巴讲 从生命生活当中 看到信耶稣的好 好在哪里 咦 所以说 我也要来信耶稣 我也要来看看 喔 到底喔 这个教会是你说什么 变魔术喔 可以把我们神性改变 可以把我们太太改变 到底是什么什么情形 喔 他就原来来了 喔 我原来是这样喔 喔 他听道理 他祷告 他就有体会了 他就有体验了 他就会来信耶稣了 喔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怎么来带领喔 我们未信的家人 喔 来信耶稣 就是我们要有好的行为的表现 喔 不只是说讲道理给他听啦 喔 但是喔 在我们身上都没有看到道理啦 你真的说道理 但是喔 我看你的神父上 我都没有看到道理啊 你敢说道理而已 喔 喔 但是都没看到 不但要让他听到道理 要让他看到道理的实践 喔 好 我们继续看史德行传十六章 三十节 史德行传十六章三十节 史德行传十六章三十节 三十节 又领他们出来说 二位先生 我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喔 这是啊 当时的一个竣主 喔 问了 所有人都问的问题啦 我怎么样做才能得救 其实我们民间很多的这种方式 做法 都是为了这句话 啊 比如说喔 吃灾啦 比如说修行啦 练佛珠啦 喔 什么去缴钱啦 做这个动作干什么 就是这句话 喔 希望能积功德嘛 喔 以后能得救嘛 喔 我怎样做才能得救 好 看三十一节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三十二节 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三十三节 当夜就在那时候 敬主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 他和属他的人历时都受了洗 三十四节 于是敬主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他全家都因信了神都很喜乐 好 我把前面那句话跟后面那句话 把他综合 前面那句话说喔 全家信主 全家得救 最后一句话说喔 他们全家都因信了神都很喜乐 全家信主 全家得救 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原本 这个家庭要破碎了 因为这个当爸爸的 这个敬主要自杀 要自杀 这个使徒 等一下等一下 你不要伤害你自己 我们都在这边 因为发生大地震嘛 因为煎熬里面的 这些球犯 都会跑掉 都会跑掉 哇彼得说 不要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都没有跑 很奇妙 其他的球犯 如果是我们 我们是其他的球犯 彼得说 我们在这里都没有跑 我们会说什么 不走 你不要走 我是要走 我不是脚也走不起 我是要走 我还不走 不可以走 但是很奇怪 众球犯竟然听他的话 都没有跑 一个都没有跑 所以这个敬主 突然 怎么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他才会问 他问说 我怎么做才能得救 如果当场他就自杀了 他的家庭 你看就乌云产乌了 失去爸爸了 失去先生了 你说这个家庭 会不会很悲惨 很悲惨 但是这个家庭 后来是什么 最后一句话说 他们都很喜忍 为什么 耶稣改变他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在座很多 我们信耶稣都是这样 以前我们都是 也是走投无路来信耶稣的 你如果说 我来说 我是第三代的信教 为什么我们来信耶稣 就是我阿公的时代 我听我爸爸讲 我姑姑 那时候18岁 我那个年轻小姐18岁 我爸爸10岁了 大概10岁 有一天我的姑姑 精神异常乱掉了 整个人乱掉了 生活没办法治理 而且 没办法控制自己 严重的是 把衣服都扒掉 拖掉 跑到外面去 一个18岁的小姐 把衣服拖掉 跑到外面去 怎么办 我们俗话说 病急乱投医 台语说 糟糕糕糕糕糕糕 真的啊 那时候人家说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真的啊 人家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为什么要解决问题 要解决问题 我说哪个神坛很灵 要去怎么样 哪个偶像神明很厉害 怎么样 要请那个神教 来家里做法 怎么样 通通做 为什么 因为 要解决问题 结果呢 姑姑的病情没有好转 一来一天比一天更严重 就关在家里面 走投无路了怎么办 感谢神 那时候透过我已经信主的救公 来我家里跟我救公 来跟我 我的爷爷 我的内 我的祖父 跟他讲说来信耶稣 来信耶稣 来听道理 那结果 我阿公 马上问我救公说 你要去教会要花多少钱 因为以前去哪里都要花钱嘛 去医院要花钱 去神坛要花钱 请神教来要花钱 去神坛要花钱 通通要花钱 去教会要花多少钱 医毛钱都不用花 我们人很奇妙 不用花钱的 都不愿意试试看 真的 尽量所都不用花钱 都没败 但是都没要去看看 但是外面跟他讲说 哇 如果你这个要得到医生什么 哇 要做什么 跟他说 你要到深山去采那个什么 千年的什么什么灵芝 你也去采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信耶稣 都很简单 我就来信耶稣 我来听道理 奇怪 我们社会人就是都记转 真的是很矛盾 好 那我 我阿公就没办法了 改革的钱都开 改革的钱都开 办法都用 要怎么 走投无路了 那我们俗话说 天舞绝人之路嘛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乞头 那人 那当时人才会欺负 都没办法 都没办法 没办法 要怎么 就来教会 来听道理 来祷告 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姑姑的病情就一天一天好转 到最后完全 恢复 到最后一家人生生孩子 我们家就是这样来信主的 都是有体验的 都是因为 没办法了 早期要信列书 没有那么简单 早期在乡下 信列书 信仰说 背座管宗 信仰说不好 没话没话 没话 那时候 很简单 你如果我都以我女儿子的问题 我就相信 谁能够跟他一 我就相信你 很简单 对啊 什么人有够够跟他一 我就相信你 对啊 已经没办法了 听说 我听我爸爸说 我阿公那时候 他还会替人家消灾解恶 画伪 我阿公会跟伪伪 奇怪 我都跟伪伪 我都跟处理 自己我就处理 到最后就是将来信主的 所以 如果我们没有来信主呢 我们家也是这样嘛 抽印产物嘛 阿这个郡主也是一样 他本来是要自杀的 后来呢 全家喜乐 有什么原因 全家信主 问题解决了 好我们看传道书四章第九节 传道书四章第九节 传道书四章第九节 第九节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德美好的果效 第十节 若是跌倒 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人扶起他来 这个人就有祸了 十一节 再者两个人同岁都软活 一个人独岁怎么软活呢 十二节 有人公胜孤身一人 若两个人便能抵挡他 三谷合成的生死不容易折断 为什么要全家信主 全家信主容易守道理 如果自己一个人信主 哇很孤单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祷告 没有人陪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人遇到事情 最希望说旁边有人跟我们一起祷告 靠神 如果没有全家信主 我们在祷告 他没有没有别人我们祷告 甚至 还会两朝乐风 那基督就好 你看看 基督你信仰所基督就好 哇 那时候心情会怎么样 会觉得很孤单很无助很难过 没人 没跟我们做基督 还跟我们两朝乐风 甚至就是因为你信仰所做到这些事情 然后基督你信仰所爱你 听得很难过啊 如果两个人呢 两个人就一起祷告 一起鼓励 一起加油 好 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我们一般都知道 团结力量大 一根竹子 一折就断了 两根折也断 一把折不断了嘛 对不对 三股合成的绳子 加上哪一股就是神 夫妻两个人同心 全家同心又加上神 这个力量是 无法想象的 因为神是全能的神 所以 全家信主啊 荣誉所助道理 因为人 没有永远刚强 有软肉的时候啊 我们人带着肉体 有些时候啊 会很难过很忧愁 有些时候会很喜乐 那快乐的事情 要有人可以分享吗 忧伤的事情要有人可以倾诉吗 可以有人可以分担吗 所以 比较容易守住道理 不然呢 像这边所说孤身的人跌倒 没有人可以扶起他来呢 好 再来 全家信主啊 容易带领 其他人来信主 如果我们去传的 我们跟人说 信耶稣很好耶 信耶稣很好耶 好啦好 你先去叫你老公来信 你先叫你太太来信 你先叫你儿子来信 你先叫你爸爸来信 你爸爸都不信了 你儿子都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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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信 哇 假嘴变阿嘴 对不对 没有力量啊 对啊 我们全家都信主啊 很好啊 啊 啊 这有公为靠力量 也不是说 那我们没有全家信主啊 我们就不能去传的文言 不是啦 是说 这样我们啊 那个讲话的力道啊 更有力啦 对啊 人家哇 全家信主 全家喜乐啊 也很羡慕啊 是这样子 好 我们看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三节 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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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 医生医治你自己吧 好 这是耶稣回去他的家乡传福音 他们家乡的人看不起耶稣 他爸爸我们知道了 木匠的小孩啊 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啊 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在讲什么 所以耶稣说 你们必引用这句话跟我讲 医生医治你自己吧 我要跳脱啊 老实代的历史背景 用这句话来讲 医生最好的招牌是什么 就是健康啊 对吧 这个医生的病烟烟 病烟烟 你说你的医治病人 我不是在乎乖 所以医生医治你自己吧 你自己就医不好 你要医白人 所以医生最好的招牌 就是健康啊 这个医生如果没有健康 你说啊 其他病人对他有信心吗 对他没有信心吗 哦 一样嘛 就是类比式的 就是说 对啊 信耶稣很好 对啊 我信耶稣了 我全家信耶稣了 我亲戚朋友 我亲戚五十多都信耶稣了 哦 啊 我们一起介绍牙所的信 信牙所做好 哦 因为哦 他们家里都信啊 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信啊 哦 哦 那个讲话 就比较有力道了 哦 是这样子 好 好 这是第一大点啊 为何要全家信主 好 我们先来谈第二大点 如何带领全家信主 就是要 常常做见证啊 我们如果不跟他讲他就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要讲啊 看罗马书十章十四节 罗马书十章十四节 罗马书十章十四节 十四节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 怎能听见呢 十七节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没有错啊 他是有一个顺序嘛 十四节说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对啊 对啊 我就不信耶稣 我才会求耶稣 不可能嘛 好 人未曾听见他 怎么信他呢 对啊 不要听过耶稣 没有人跟我谈好音啊 我不用信耶稣啊 我就不听过了 我不用信 好 没有传道的 怎么能听见呢 所以关键 就是要让他听见道理啊 听见福音啊 所以 我们有这个责任 要跟他讲福音啊 福音就是好消息嘛 亚收 救人的福音 在云殿的福音 好消息 当然也不是说 我们回去 见到面 我开口闭口 就跟他讲耶稣 讲到时候他会翻脸 所以我们要讲 也要看情况嘛 他今天心情 好不好啊 看气氛啊 如果他今天心情都不好 气氛就不好啊 感觉就不大对啊 那我们也不要勉强 那再来一次也不要讲太多 这个哭啦一直讲一直讲 我讲 我点点的听 好啊 我对你讲 我一次讲就讲一点点 不用 不用 哦 有机会就讲 没有机会不要勉强 哦 啊那不 我开口闭口 啊就 既民就说亚收 吃饭的时候 说亚收 说到没了就避免 以后你都不跟他说亚收 你如果说亚收就避免 啊 不然把人家都够了 跟亚收都说的 以后都没机会了 他就避免就没机会了 哦 所以哦 点到为止 看情况 差不多就见好就收了 啊一次也不用给太多 给太多 没办法消 没有办法消 这个消化吸收 哦一次给一点点就好了 哦 跟他讲 耶稣 哦 啊你现在还没有信耶稣 没关系 也可以祷告求耶稣 耶稣是听人祷告的神哦 哦 叫他祷告 祷告的方式 你有需要随时随地可以祷告 你可以体验看看 那我们跟他讲 人都会遇到的事情 人都会遇到的事情 遇到的事情 他不知道要怎么 哎呀要怎么 没办法了耶 要怎么 啊这 这么临时啊 啊 清天霹雳啊 措手不及啊 要怎么 要怎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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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人都要把他教嘛 教说要祈祷 要跟他祈祷 虽然你还没信 你也可以祈祷 他会吹听 他就祈祷了 他就祈祷了 他就带会了 那不是这样 哦 所以重点是 我们要跟他讲 让他知道 啊没有跟他讲 他就不知道 他怎么会求耶稣呢 OK 所以要做见证 啊最好的见证 就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啊 我们自己带走 啊为什么 我会来信耶稣 就是我有带会啊 啊我过去堆堆有什么事情呢 不知道要怎样 我都啊 啊我就是 来来 把神祈祷 压缩祈祷啊 压缩祈我 吹听我 吹听我祈祷啊 就把我解割了 啊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啊不可能变可能啊 哦 就是自己的亲身体验 哦 来见证给家人 听啊 哦 啊不但是啊 这个见证福音 讲福音 最重要就是 行为嘛 我们要发光 哦 有好行为的表现啊 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 十四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 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十五节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十六节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哦 这里说哦 我们要发光 发光就是好行为的表现啊 好啊 这个光 说什么呢 灯台要放在哪里 灯台上 不是放在斗底下 不是放在床底下 好 放在灯台上 说什么呢 照亮一家的人 所以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的好行为 要从家里表现出来 在我们家表现 不是说哦 我的好行为哦 都没有哦 在家里表现 我都表现在外面 就像我说 家里面 工作都不做 都去外面做 奇怪 本末导致 哦 你看哦 家里面哦 没有光 黑妈妈的 你的光都在外面 照得很亮 嗯 这也奇怪 会电动兵 这样不对 哦 有些家人哦 听到 其他人哦 在在在 在称赞哦 他们的家人哦 哎呦 你什么人 你爸爸你妈妈 有够好的耶 真有爱心耶 对人真好耶 家里的人听到说 都叫他 靠好 回来都这样 大小的声 歹断歹歹 皮肌做肉 靠好 奇怪 外面对人做好的 回来的家 对家里的人做不好 那天都病了 不是 哦 所以这里是说 他的第一个原则是 照亮家里面的人 好 十六节说什么呢 哦 再来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所以先从 家里面 哦 我们的好行为 要表现在家里面 自然而然 哦 也表现在外面 这样 我们的见证 才有力道啦 不但这样说 人家真的从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看到这样一个表现 信仰说 好理对 看我们的生活 看我们的家庭 真的耶 信仰说很好 你看 你看 你自己看 哦 哦 都没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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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 他看得到吗 哦 不只是我们讲给他听 他看得到 哦 他就会把这个荣耀 归给天上的父神 好 再来呢 邀请他来教会 好 我们看 约翰福音一章 四十五节 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 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 菲利早早拿蛋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仙之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翰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四十六节 拿蛋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菲利说你来看 这里是说菲利他遇着耶稣 就是说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很高兴很高兴哦 好东西啊就是要跟什么好朋友分享啊 所以这个菲利啊马上去找他好朋友 我跟你说哦 我赌到亚稣了 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 他说爱是什么 拿撒勒人耶稣 这个这个如果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那个菲利被拿蛋叶错骂一顿 蛤 你是麥匈啊 去拿撒勒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 我跟我说说不要远啊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他说你来看 我带你来 我带你来 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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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耶稣为什么能救我们呢 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我问他说不要说 你是这种骗子哦 你打他拍的哦 你跟人去信仰的时候 你是打他拍的哦 你是拒勒的哦 我问他说五人 不知道要怎么说 你来你来你来 我带你来我带你来交会 我叫我们团队说给你听 啊不然我带我们团队去你的家 说给你听 哦 要这样啦 所以哦不用害怕哦 一句话也可以传入你 你来看 你来听 我带你来 哦还是哦 我带我传道去你家 哦啊这个非力就是这样 后来哦他的好朋友哦 拿蛋液就来信耶稣了 就是他一句话 你来看 你来听啦 你来听就知道了 我就不要说了 我不要说了 哦啊你来听 哦啊真的哦 拿蛋液就去了 哦 哦让他带去见耶稣 哦啊跟耶稣对话完之后 你这个拿蛋液就来信耶稣了 好 再来哈就是不断的 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祷告 哦我们近人是听神命嘛 我该做的都做了 其他就祷告神来带领 来感动家人的信啊 来改变他们的信 看提摩泰前书二章第一节 提摩泰前书二章第一节 提摩泰前书二章第一节 二章第一节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第二节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第三节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约纳 第四节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我从第四节往回讲 这里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那我们怎么做呢 第一节 为万人祷告 神要万人都得救 所以我们要为万人祷告 我们都为万人祷告了 何况是我们的家人呢 何况是我们亲爱的家人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先生 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 更要为他们得救的事情 来向神祷告 求神施恩代理 求神来改变他们的心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 但是天上的神 他可以改变人的心 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看真言二十一章第一节 真言二十一章第一节 真言二十一章第一节 真言二十一章第一 真言二十一章第一节 真言二十一章第一节 这个造型的弯度这样流 就是按照神的旨意 因为已经把它设定好这样子 他就按照这样跑 这个水就是按照这样跑 所以王的心在神的手中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在神的手中 为什么 因为神就是天地的主宰 天地万物的造物 这个创造者 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那我们就好祷告 求神来带来 好最后我来做个结论 看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第五节 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第五节 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第五节 第五节 流泪撒种的必欢然收割 第六节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 带着和捆回家 这里说流泪撒种的必然欢呼收割 我曾经注目一间教会 每逢祷告的时候 都有一个 妈妈到前面祷告 跪下来祷告都哭 每次都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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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什么 为他的孩子祷告哭 他孩子从小在教会 长大 但是出社会之后 出社会之后就没有在教会了 后来结婚也娶没有信主的太太 结果也都没有来教会了 生孩子之后呢 孩子也都没有来教会 所以他为这些事情一直祷告 一直流泪祷告 时间经过大概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 他的媳妇受洗 他的孙子受洗 他很高兴 二十年喔 他就经常跟我说 我生就怕身体 我生就怕心 我现在可以做就是基督 为了我的孩子基督 所以他出社会 就都没有来教会了 结婚也不是串 教会之后 所以就都没有来教会了 他自己没有来教会 他们的孙子也都没生 因为他的祷告 神感动带领 他的媳妇喔 先来教会目道 他的媳妇来教会听道理 哇这道理怎么这么好呢 回去跟他先生讲 他教会就你这么好 你他都没带来教会听道理 来祝福咧 人家说 我自己就没去 我怎么带你去 因为一道困难了 没办法解决 人家去家 去家本来很好 下来不知道 财物发生问题 拆掉 有发生财物问题 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到下来 就是他们 他们 他们 他们的姑姑 就是 人生的姐姐 来教会来 听道理 要真的来 不知道要怎么 听了 心就开了 他就祈祷 把神祈祷 主啊 你就开我的路 担任我 不知道要怎么 财物的危机 要怎么解决 这面对 面对 头前的面对 要怎么解决 很奇妙啊 来教会祷告 他的心就安定 神又一步一步的带领他 他就感受到神的存在 后来他就来信耶稣了 他也带领两个孩子来信耶稣 后来 这个事情解决之后 那个 那个做妈妈的 每次 每次 祷告也是都来前面祷告 跪下来也是哭 我就跟他讲说 你孩子不是回来教会的吗 那为什么 你现在跪下来 祷告也是哭 他说我现在的哭是感动的哭 以前是难过的哭 我感谢主 主也说 刚才那儿 我的孩子全家都回来了 他有办法吗 没有 他只有祷告 到最后只有祷告 像这边所说的 流泪杀种的 必欢呼收歌 以上是我们彼此的勉励 唱诗 421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